中華五千年 由藝辯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鄭啟明 葉世雄 編導 梁啟專權 東漢安帝死後 廢太子留保 靠宦官宣情 李潤等協助 發動宮廷政變 誅殺外戚嚴險 將臨朝聽證的閻皇后遠禁離宮 於是正式繼承父親漢安帝 成為漢朝的新皇帝 即是後世所稱的漢順帝 但這位新皇帝當時只得11歲 所以政權由湧立他的宦官宣情等人操縱 於是大量引用宦官指責 親信出任官吏 比較正直的大臣往往被排擠 於是當時官場上有說 白逼不可為 容容多後福 即是說 做官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清白白 正直無私的 凡事都要看開些 無謂和人爭辭 事上滿面笑容 以後就會官運亨通 所以上書附夜如許曾批評當時的公卿 指之容頭過身 張解脫難 即是指他們只為自己設想 遇到問題就找藉口推卸責任 上書令左紅也批評當時的地方官 說他們以能夠嚴厲苛刻殺害無辜 來建立威信 以能夠手掛罪臉 被稱讚為賢能 如果希望執政者能夠有所改革 那些操縱政權的宦官集團 就會置之不理 幾年之後 漢順帝年紀稍為大些 立了東漢初年功臣梁統的曾孫 承侍後梁襄的女兒梁立做皇后 於是任命梁襄做大將軍附政 梁襄是如生出身為人正直誠實 對待公卿大臣態度公正歡和 史書記載他能夠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於是漢順帝有比較多的機會 與公卿大臣溝通 而上書令左紅等等 亦受到重擁 梁襄還將一些似世橫行的宦官 例如中常侍張葵 內者令石光等自嘴 於是宦官大為收斂 梁襄又引用有才幹的士人 例如李固、周舉、巨嵐、陳歸等 而上司令左紅 亦引用了不少人才 例如陳凡、李英、陳求等等 梁襄又整頓太學、嚴格考選太學生 於是政局面目一身、京師安寧 地方郡國長官亦畏懼朝廷不敢互作妄為 東漢政治因此恢復常軌 但不少官場漏襲仍然難以清除 到了漢順帝永和六年 即是順帝職位後第十六年 上司令左紅大將軍梁襄先後去世 由梁襄的長子梁襄繼任做大將軍 有一次梁襄的弟弟位居河南雲的梁筆兒去見梁襄 河南雲即是東漢首都行政區的首長 大哥 自從你繼承父親大人附政以來 朝廷的公卿大臣似乎有很多人對大哥理不滿 哼 你的公卿大臣 指著以前父親大人信任他們 諸多說話在賣路蹤跡 不過這樣大哥 這幾年來地方郡國 的確有不少道賊聚眾擾亂民間 還殺死過官吏 大哥 父親大人臨終的時候 為足吩咐我們兄弟 有事務必要徵詢尚書周舉等人的意見 但是大哥你… 周舉 這個人完全不顧情面 以前尚書令左紅舉戰他出身 後來左紅犯了過失 他竟然上表彈劾 是左紅才抵得他 還稱讚他不負自己推薦的期望 他受父親大人重用 近年有事相跟我作對 他… 大哥 他其實都是全心忠直 忠直 那你即是說我奸命 小弟不敢 就他這幫人全心跟我作對 前幾個月 分派了八個使者巡行周郡 名義上是查察官吏有沒有貪污舞弊 又說表揚言良 提拔忠勤之時 其實他們彈劾治罪的大部分都是我戰用的人 那分明就是假攻制使 希望打擊我的威信 按插他們的同黨 不過大哥所用的人 又的確多數是恩戚親信 確實是令百姓不滿 笑話 我提拔的人 難道不是世間望族出身 難道沒有讀過書嗎 怎樣的人才叫做好 還有 那個光綠大夫張剛 還借巡行周郡的機會 在洛庸當眾說 豺狼當道 安魂狐離 說我良妻縱容貪污 指名道姓 要求皇上懲罰我們 張剛又確實是太過分了 幸好 我向來和宮中患者有交情 得到中上士曹藤 小王門曹哲等人 替我在皇上面前說好說話 皇上又看在皇后份上 才不加追究 我一定要好好地對付張剛 大哥千萬不要做得太過 以免人家非以引起民間士大夫的不滿 我知道了 近年南方的廣陵郡盜賊橫行 幾任郡太秀都失職獲罪 既然張剛他這麼正直 又致命有才幹 我就向皇上推薦張剛做廣陵太秀 讓他嘗一下那些道賊亂的滋味 至於周舉 怎樣 亦應該調他做河內太秀 以免他留在洛陽 諸多疑慮 série齊 啟稟ま 山寨外很突然有一個人 自稱是新上任的廣陵太秀張剛 求見守齡 這麼奇怪 廣陵太秀來山寨求見我 對了 他帶了多少兵馬 他沒有帶兵馬 tear 有十幾個官吏和ускã 真的? 這更奇怪 堂堂郡太秀 怎會不帶兵馬就走入深山 要見我這個盜賊亂民的首領 他還說如果首領不相信他 可以一個人進來 一個人進來? 好 我就立刻出去迎接 閣下就是廣陵郡張虎君 是不是? 沒錯 我就是新太秀張剛 張虎君在上 小民張英拜見 又來 又來 請張虎君入山寨上座 好 請 對了 虎君 為什麼你不怕危險 親自來山寨 和我這個盜賊首領相見? 壯士 本府上任之前 知道你聚眾橫行揚州和徐州之間多年 以前紀任郡太秀都無法安撫你們 本府為了地方安寧 為了新張國法 所以親自求見張壯士 哼 國法 國法是什麼? 國法是保障誰的? 我都知道你們以前都是農家好子弟 由於前幾任郡太秀貪捕 令到民間怨憤 你們無以為生 逼於無來聚眾山中成為道賊 唉 官吏確實是最大惡極 但是你們最終劫量 殺害利民 也不見得應該 哼 那些郡壽元寧 大多數都是武衛刑事 偏幫強中豪族 沉默百姓 他們所定定的法例 只是迎合強中豪族的利益 那前後這麼多任郡仇 怨憑都不知道自己不對嗎? 哈哈哈哈 張虎君 你當然是一個餘生 天下間的事 合與不合分得這麼清楚 他們都是按照慣例辦事 放禁天下 以錢多的為言 以剛強的為上 人人都信從有錢有權勢的人 官吏上逼於朝廷權貴 下逼於本地強中豪族 要鞏固官陸 就一定要跟強中豪族合作 所修訂的法制 就一定要方便強中豪族 要不然 郡縣官吏就不能立足 哼 官府要假著豪強之力 我們的小民又怎會安樂? 唉 君子任職 然後才知道為民請命 是啊 但是如今小人當道 大部分郡壽元寧 他們才能不夠 都是靠阿如賄賂做官 為了迫於解決當前急務 已經手足無從 只是憑自己觀點處理 將事情搞壞 又不知怎樣補救 一味強加壓抑 壓抑不住 就將事情隱瞞蒙蔽 但是 過了幾年 人人習慣了就視為常規 如果不依常規辦事 其他人就會當作全心搗亂 有才有勢的人 只可以不顧法紀 橫行無忌 真是積弊這麼深? 哼 那的確是非一朝一夕可以自離 況且天下一百零五個郡國 一千一百幾個元 就算有幾個賢能官吏 也只不過是杯水居身 哼 日半官來 就算不貪污舞弊 也要顧全官陸 怎麼敢跟當勢職集作對? 難怪益經有雲 得不稱其淫 其禍必酷 能不稱其為 其殃必大 張壯士 你們最中劫略 這也不是辦法 不如本府替你們購買田地房屋 你們各自返回故鄉生活 有才能的 就由本府推薦出事 再不追究以往所作所為 你認為怎麼樣? 我們萬幾人 都是南方山野百姓 見識淺留 聚眾作亂 都是不堪官府豪強侵力 辭職不能長救 不過希望喘息幾年 如今得張府軍體諒寬柔 以後有安定日子過 當然是樂於從命了 這樣就真是好 這樣可以免除朝廷派大軍徵招的慘事 轉禍為福了 大哥 廣寧郡有公民送來洛陽 說太秀張剛已經病死 張剛?誰是張剛? 就是前年奉命巡行天下 巡察郡國官來 乘機彈劾我們梁家豺郎當道 被大哥你請子調去廣寧郡那個張剛 原來是他 他死了以後就不用諸多說話了 不過他是個能力 能力? 他去到廣寧郡就親自入山安府大賊首領張英 張英他們萬幾人解散回鄉 廣寧郡得到安寧也應該有所表揚 這樣就叫做能力 他沒有領兵進去肅清道賊 斬賊黨首級 厭情中犯 怎麼稱得上能力 況且公民上沒有斬首數目 沒有拘捕犯人數目 沒有供詞 沒有沒收過道賊的裝物 朝廷憑什麼家長表揚他 朝廷表揚大臣 要計算實際的功績 他勸喻盜賊解散 怎麼算是實際成效 當今聖明之勢 是不容僑行的 是不容僑人數目 只要是緊張的 指張 不會 是不容僑人數目 不容僑人數目 可加速 與不容僑人數目 都是不容僑人數目 片段中所提到的廣寧郡 即是現在江蘇省中部由長江北岸至淮河以南之間的地方 治所在今日的揚州市 當時算是南方比較偏僻的地方 另外剛才戲劇化片段中 道賊首領張英所說的地方官吏職集 就是根據漢安帝、順帝、緩帝時代 一位民間學者王芙的著作《潛夫論》所引述的 王芙的著作保留到今日的有36篇文章 大部分是批評當時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見解 他說當時 富者成其財力、貴者左其細要 這些都是衰敗的象徵 而當時權勢最盛的人就是大將軍梁祺 梁祺排斥異己引用恩斥親信 令不少士人出身的大臣不滿 於是民間逐漸形成一些反對梁祺專權的士人團體 批評時政 由一些大臣暗中或公開支持甚至領導 當時稱為清義 到了順帝健康元年 年僅30歲的漢順帝駕崩 由順帝獨生子 只得兩歲的劉炳繼承皇帝位 即是後世所稱的漢聰帝 而梁祺的妹妹梁皇后就成為皇太后 於是梁祺權勢更大 未夠半年漢聰帝病死了 梁祺和梁太后兩兄妹 形立一個劉氏院房中室 年僅8歲的劉轉做新皇帝 即是後世所稱的漢則帝 大約一年後 有一天朝會時發生了一件事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各位恭兄平身 謝陛下 微臣太為理故啟咒陛下 據廣陵郡回報 道賊首領將應 已經被中郎將藤府擊破 但是六江九江丹陽匹陽等郡 道賊仍然槍拳 而落岸北海兩郡回報 海水部長 淹死惑勝 好了好了 李太衛 你那些郡國回報的事你無謂再說 皇上還是小孩子 你怎麼說他都不明白 要禁止道賊 就派人去禁止 要救濟的就去救濟 大將軍 你真是強患不悟 你欺負朕年幼 如果朕是大人 你就不敢這麼兇了 陛下何出此言 大將軍, 你… 請廢下息 你幹甚麼 立即退朝 示身, 送陛下入內宮休息 是 這個小孩子不能留在這裡 陛下 陛下 你剛剛睡醒了 是啊, 大將軍 陛下一定很肚餓了 微臣特意帶了點餅來給陛下吃 好啊, 好啊 陛下吃 好吃啊, 真好吃 好啊 陛下 你吃完這些餅 以後就會很安樂 我肚痛啊 陛下肚痛就對了 忍住一會兒 我肚痛啊 給我喝水 叫李姑進來吧 好啊 李姑, 你進來 微臣特意為李姑參見陛下 很痛…很痛…很痛啊 什麼? 給我喝水 陛下 你怎麼樣? 人來, 拿水來 不准拿水 我吃…吃了個餅 我…很痛…很痛… 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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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考慮 由我向皇太后稟報啊 中華五千年 由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鄭啟明、葉細雄編導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嗚子 爹 嗚子 你不小心 我來不見了 你也不想去 你不見了